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桃花妆路火烛茶香 苏醒只静秀时光 月色静静躺 只断情一场 只盼人一双 秋风凉 灯高平澜望 青山日暮烟成行 白马千冠妆 是谁的年少 如梦归意故乡 宠安望用你温暖手掌 握紧握去长风波 未曾向前路漫长 青丝成双 我仍在你身旁 心滚烫似着把脸相望 心深处在无需隐藏 人世间多少聚散 多少无常 写书到天荒 你说你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他都这样了 你当真要气死他呀 五姐 人病入膏肓 就需要一剂猛药 好了 我送你回去 走 这下好了 再无人敢管他 等他死了 整个王家 都是我和我儿子的了 琥珀 王家这边 你找人盯着点 有什么情况 及时告诉我 是 夫人 你刚刚那番话 是不是已经知道 我想做什么了 夫人的想法 琥珀不敢妄自揣测 只是我觉得 有人得和风细雨 就有人得雷霆万钧 我猜夫人 是想记忆接二姑奶奶吧 按照夫人的性子 断然不会不管她的 你真是我的知心人 夫人 前面是林公子 老公子 欧公子 两位请慢用 我一直想找机会 向欧公子道歉 欧公子因我的缘故退股 是我连累了欧公子 山豪日渐忙碌 我早有推出的打算 徐夫人不用将此事 放在心上 对了 我刚在仙灵阁 与简师傅对账 听简师傅说 最近你很少去仙灵阁 可是家里有什么事 家中倒是无事 只是我二姐 王少夫人 最近我也有所耳闻 说起来这件事 与我欧家还有些联系 实在抱歉 此事与你无关 你无需道歉 其实 在王玉过世之后 二姐在王家 日子就颇为艰难 她性子又好强 不愿接受我们的帮助 如今她又疾病缠身 疾病缠身 可有找大夫医治 也不知王家 给她找的什么大夫 药一直在吃 可是这个病情 也一直没有好转 我给她找的大夫 她又不愿意接受 别的事都好说 可这治病之事 还得她本人配合才行 此事你不用着急 只要她敢吃药 这件事就好办 你有法子 欧月行的主意不错 要是二娘肯吃药的话 就有救了 我本来想与侯爷商议 但在路上 我遇到了欧公子 就聊了几句 那侯爷要是觉得可以 我就照做喽 二娘这样对你 你都这么关心她 你就从来没有怨过她 也怨过 可我们毕竟是姐妹 而且她挺可怜的 我不想看见她 被外人欺负 二娘 有你这个这么好的妹妹 这是她这辈子 最大的幸福 那是不是在侯爷眼里 我什么都是好的 还行 总愧是不坏 好 夫人 十一姑奶奶 金莲 我今日叫你过来 就是想问你一句 想不想救你们家少夫人 只要能救我家少夫人 要做什么都可以 幸好二姐身边还有你 金莲 我快不行了 可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 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等我走了 就没有人护着你了 我不走 少夫人 我这里有药 您吃了这个药 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药 什么药啊 我 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游医 说是祖传秘方 专治夫人病的 哪有那么多祖传秘方啊 金莲 不要白费力气了 事已至此 就这样吧 少夫人 您忘了十一姑奶奶之前是怎么笑话您的了吗 她说您胆小如蜀 只会自怨自艺 您若是就这么放弃了 岂不是让她更得意了 难道您真的想让她看扁了不成吗 您说什么 少夫人 少夫人 您若是真的就这样放弃了 这一辈子 您就真的输给十一姑奶奶了 您甘心吗 您只要身体好起来 往后的日子还长呢 总有一天 您能让那些轻视你的人不再想要求你 少夫人 您可千万不要放弃啊 少夫人 您说得对 我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 不管怎样 我都要试一试 但是 不能让那个十一娘看我笑吗 要 你不给我要啊 来 少夫人 来 来 这游医啊 还真有几分本事 才刚喝了几天的药 少夫人的身子 就精神些了 他们都盼着我死 我偏要好起来 等我好了 那个王流氏 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去 这院子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少夫人 您身子才刚好些 这要是让王流氏知道了 这不定怎么害您呢 来 快躺下 给少夫人请安 我呀 是特意过来看看 少夫人的身子好些了没 这少夫人的身子 是一日不如一日 现如今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请太太清醒好 给我们少夫人 再换一个大夫吧 这少夫人的病啊 可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再好的大夫 也怕是回天乏术 你呀 就好好照顾这些少夫人吧 来 看来 他也是十日无多了 都给我盯紧点 万万出不得任何差错 是 是 君子 食无求宝 居无求安 敏于事 而甚于年 你告诉我 你对得起你平日所学的吗 可圣人也说了呀 食所信也 吃东西就是人的天性啊 巧说如簧 圣人岂有你这个意思 谁叫你的 母亲 胡说 你母亲怎么会扭曲 圣人的言语 母亲 侯爷 怎么又生气了 我没生气 赵先生在书里 一直等着他上课 他却在此地胡闹 侯爷 忠哥年纪还小 他贪玩也是正常的 这样的小孩才机灵嘛 三日的功课 他逃了两日半 这也叫机灵 赵先生都气得要走了 你说怎么办 侯爷 不如让玉哥和尊哥 一同读书 一来呢 玉哥比尊哥年长 也能给他做个表率 二来 教玉哥的孔先生 家母染急 情辞已久 也不能让他功课 耽误太多呀 他们兄弟两人一同念书 也好有个照应 玉哥 你可愿意和弟弟一同读书 孩儿愿意 孩儿一定闻工 并且督促弟弟好好学习 起来吧 以后你们俩就一同读书 我会智慧你姨娘 是不进 你们如此决定 我不同意 玉哥的功课 虽说耽误不得 但两人 身份有别 应当分开教养 方能各有所得 否则敌数不分 将来会惹出不少麻烦的 你们想想 多少迷门望族 闹到最后 兄弟戏强 闹到家道败落 你们当引以为戒啊 母亲 曹操当年种植青批 才有了之后的七部诗 若他当时 能够一视同仁 那曹植和曹丕 定能明白血浓于水 手足秦深的道理 若他们陆力同心 那只怕曹魏会更加兴旺 我能明白 因为你是庶女出身 所以觉得应该一视同仁 可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自有其道理所在 没那么简单 母亲说得对 也正因为我有过这些经历 所以我也深深地明白 这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 它并非是地位和身份的悬殊 而是缺乏情感交流 那你的意思是 我错了 还是老规矩错了 母亲 其实 这是我的意思 准哥 贪玩懒散 余余哥呢 勤奋好学 若是他们两个能一起念书 那也可以给准哥一个好的榜样 对准哥是有利无害的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那以后这事我就不管了 母亲 您是咱们徐家的定海神真哪 是啊母亲 家中的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的 我还有好多都还不懂 还得向您学习呢 十一娘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现在已经用不着我这个老夫人 在那儿指手画脚了 我也是半门弄斧 您老人家吃的盐 比我们吃的饭都多 怎能跟您比呢 好吧 赶紧动筷子吧 你们俩在那儿一唱一喝的 比我看的戏还要有意思呢 玉阁温和宽厚 颇有几分世子风范 倒也适合走客举之路 侯爷常年征战在外 对孩子们都不够了解 现在回京当差 有空呢就多跟他们聊聊 只怕会发现更多 玉阁年龄不小了 和春哥一起念书 总不是长久之计 我想等明明开春之后 送他到乐山的锦西书院 明年 玉阁才十岁 就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啊 玉不拙不成器 更何况 锦西书院的江先生的学识 人品 都是备受世子学人们推崇的 男儿志在四方 到那里去见识见识 眼光 胸襟都会开阔一些 对他日后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何爷说的也有道理 是 我还有其他的考虑 什么考虑啊 文家 常年在沿海经商 生意上 难免和欧家有些关联 微娘自嫁见徐家以来 也不慎安分 这样我一时 也理不清头绪 侯爷仍然怀疑文一娘 是欧家内印 虽不能确定 但也不能说 她毫无嫌疑 所以侯爷是想要把玉阁送走 怕他被人利用了 但是其他人都要说 过去 蛊疑 你还能不能看 都会看得出 她的谁 想想要把玉阁送走 好 有点好 很舒服 快送走 早该如此了 我要趁着侯爷 现在这么重视玉哥 好好帮她找一个 名门望族的媳妇 这样才能稳固她的地位 那姨娘不如去问问二夫人 她出身名门 人脉宽广 最主要的是 她心疼咱们玉哥 肯定愿意帮忙的 此言有理 这事要趁早 走 我们现在就去 玉哥 你对你的前程有何打算 老师曾教导过 好男儿当行天下路 官室监警 读万卷书 孩儿愚钝 不能像父亲那样 驰骚沙场 建功立业 但孩儿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想好好读书 考个功名 将来为学家光耀门眉 好 有志气 那为父若将你送到四川乐山锦锡书院 你可愿意 怎么了 不愿意 并非如此 锦锡书院的江先生是状元出身 也是游至入学 他的学问 人品 见识 都非常人所及 孩儿早已心仪许久 好 你有此志为父甚感欣慰 那 你到了苏院之后 一定 要勤学 苦练 不可有半点的松懈 你 别理 otra 他 你 无论 可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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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ś 你 你 我 你 侯爷 二夫人到了 有请 打扰侯爷了 哪里的话 二嫂甚少来办远潘 可有要事 听说你准备送玉阁去锦西书院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但说无妨 昨日文一娘来找我 想让我为玉阁说亲 文一娘 她是见我这段时日 比较重视玉阁 才动了别的心思 与情与礼 玉阁的婚事 都当由弟妹做主 她既然来有求于我 想必也是知道 侯爷是断不会允许的 还是二嫂看得通透 文一娘 还是伤骨之气太重了 既然侯爷已经做了决定 那就尽早安排玉阁读书之事 免得让文一娘耽误了玉阁的前程 好 夫人 文一娘来了 夫人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让玉阁去乐山 我求求你 你先起来 夫人 我向你保证 玉阁是个好孩子 她长大以后 一定会像尊哥一样孝顺你的 她一直把你当亲身母亲一样 夫人 我求求你 不要把她送走 你这成何体统 火泡东西 把文一娘扶起来 你坐下 慢慢说 你为何不让玉阁去乐山 玉阁还太小了 甘罗十二岁为太宰 当朝成阁老 十一岁便中了秀才 玉阁不小了 可是 乐山太远了 我舍不得 好男儿志在四方 怎能像女子一般 养鱼生龟 如此 那以后 怎么为你遮风挡雨 可是 你来这儿玉阁知道吗 不知道 玉阁要去的锦西书院 师长江柏 示威状元郎 能有这样的老师教导 那是玉阁难得的机缘啊 你来之前应该问问玉阁的意思 侯爷 送玉阁去锦西书院 是我的决定 侯爷 为人父母 自然要为孩子的奸生考虑 难道你还能照顾他一辈子 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你不要再操心了 也不要再去讨扰二嫂 是 是 定是那十一娘 看出我们家玉阁被侯爷弃中 想把他赶走 他以为他赢了 我是不会放手的 文一娘也是关心则乱 毕竟儿行千里母丹幽马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就在身边呢 难道玉阁就不是我儿子吗 说着关心 就怕他打着对玉阁好的名头 做着害他的事情 说着不是他 可不可以 不是我儿子 喝口水 唉 这名乾隆井好香啊 现在这个温度入口刚好 吼爷要不要尝尝尝尹吧 尝尝 傅大人 你怎么不理我 谁不理你了 你脖子怎么了 你在干什么 练功的时候扭了一下 那我帮你治治吧 不必了吧 你学我呀 这药管用吗 猴也给的药啊 当然管用了 但是我觉得 我的办法应该更管用 什么办法呀 你有病啊你 很疼吗 很疼吗 你坐下试试 有病了 不行 你放开我 你无赖 脖子还真不疼了 脖子还真不疼了 你无盆 你无法逼你 你死了 封尸 死吧 夫人刚才找你呢 你去哪儿了 我 我收衣服去了 那你衣服呢 我衣服 这不是侯爷的商药吗 怎么会在东青手里 恭喜少夫人 总算是康复了 多亏了你不离不弃的照顾 才换来了我今日的康复 既然十一姑奶奶 做了这么多帮助少夫人的事 为何不让她知晓了 你觉得 若是你家少夫人 知道是我在帮她 她会接受吗 你放心 照我说的去做 二姐就还有救 少夫人一直都给金莲很好 兵威的时候还不想安顿金莲 这些都是金莲应该做的 如今我身子好了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那个王流氏 一直在等待着我的死讯 你现在就出去说 在你的照顾下 我的病情有了起色 身体康复 指日可待 是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 才是王家的女主人 不让太太找我有何事 少夫人那边少不得我照顾 金莲 你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 往后少夫人身边 再无需你照顾了 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是这位老爷的人了 也就我心疼你 心里还记忆挂着你 少夫人才刚刚见好 你就想把我赶出去 你是不是巴不得少夫人死了 你一个奴婢 竟敢无视尊卑 对主子无礼 给我张嘴 你算哪门的主子 黄老爷 以后这丫鬟就是你的人了 带走 多谢夫人 小娘子 小娘子跟我回去吧 不是 我会疼你的 住手 走 兽夫人 你病好了 怎么 我病好了 很让你失望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流氏 你不过是因为我病重 暂留王家帮我打理家事的外人 利欲熏心 换走家里的下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为律于举 将我陪嫁的丫鬟 私自卖于他人 就凭这一点 我就可以将你送官法办 来人哪 将王流氏和此人 一起送入顺天府 是 别别别 给 王 你们疯了吗 你们 你们忘了是谁 把你们招进王家的吗 是谁给你们阅言的 王流氏 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些人 早就是我的人了 你 少夫人 不管我的事 我是被他骗了 黄老爷 你胡说什么 好啊 那你就写封陈情书 我就放过你 谢谢谢谢 一定是 一定是 世子 你快救救为娘 你青年要被他送进官府了 你是世子爷 你不用怕他 以后整个王家都是你的 在这里 除了国公爷和夫人 就属你最大了 去啊 孩儿跟母亲亲们 小母亲 看在孩儿的面上 放过我娘 你既然已经过继到我的房中 他便不是你娘 让我放过他可以 但你必须当众下令 三日之内 这个王流氏和他带来的人 必须离开 没有我的允许 不得再踏入王家半步 世子爷 你就让他告去 我大不了就是杜埃及版子 我不怕 如若不然 我还会去顺天府告你忤逆不孝 做了别人的四次 还由着生母胡作非为 致我这个四母 于不顾 少夫人是连王家的脸面都不顾了吗 就算你连王家的脸面都不顾 可罗家世代官宦 是江南望族 徐家也贵为公亲 少夫人如若连朕也不顾了 你尽管告去 现在就把王流氏给我送入顺天府 精灵 备马车 咱们也去 是 不 不要了 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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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马上就离开这儿 我求求您 我求求您放我们一马吧 精灵 待会儿看着这个王流氏离开 再把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都给我赶走 凡是从王家出去的人 一律搜身 若发现家里一件东西 就已偷盗之名送去顺天府 是 少夫人 那王流氏离开了 是啊 次人一早便收拾包袱 带着他的人离开了 二姑奶奶还安排人在门口 一个个地搜查 这还真是二姐的风格 她总算没辜负你一番心血 不过 现在茂国公不管事 二姐他们孤儿寡母 还带着一个病重的婆婆过日子 我就担心 日后会有萧萧贤帮上门 火婆 你让白总管给顺天府通判下个帖子 让他们有事没事的时候 在王家门口转一转 火婆 你再拿二十两银子给白总管 让他请那些衙衣门喝酒 是 放心吧 没有人到那边捣乱 那我替二姐谢谢侯爷 少夫人 这是家里的账本 请您过目 好不容易 让这些 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如今想来 真像是梦一场 恭喜少夫人 从今以后 少夫人就是这王府的女主人了 再也没有人敢小瞧你了 我虽然讨厌十一娘 可她有句话说得对啊 愿天尤人 于事无补 只有自强自力 方能有出头之日 十一娘 师父 十一娘 天大的好消息啊 看您这个样子 我猜多半是 咱们仙灵阁有大单生意了吧 比这还要好呢 你知道吗 宫里要举办万寿节 内庭人手不够 要征用民间绣房的绣品 咱们仙灵阁 因为技艺精湛 有了初选资格 这几天 要抓紧绣一幅绣品 沉进宫里 那若能被选上 咱们仙灵阁 就能因此名阳天下了 到时候 仙灵阁的刺绣技艺 就能广为流传了 说得是啊 既是皇帝诞辰 总该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吉祥花样 对了 快把笛稿拿来 咱们得好好想想 绣些什么 给我 你看看 绣哪个好 这个好不好 麻姑献寿怎么样 关衣莲花精也可以啊 这两个虽好 可要想脱颖而出 还得有个新奇主意才是 不如我们绣一幅百兽图 百兽图 我想着 我们用百兽图做底稿 制一幅历史中堂 与前人不同的是 我们的百兽图中 那一百个小兽字 各有千秋 字体各异 无一雷同 其中 转 形 楷 草等 无所不有 再结合 古往今来 所有名家的字体 取其万寿无疆之意 好啊 这个主意 当真是好 书法刺绣 正见功力 而且绣娘们 也可以一展身手 就是得找个人 好好说说这底稿 解师傅 欧公子 欧公子 解师傅 徐夫人在 这就更好了 负责这次寿宴庆典的是欧丽行 正是我大哥 我寻思 此事必须要让你们知晓 他若知道你们参与其中 怕是会生出事端来 对你们不利 多谢欧公子提醒 我待会还要见一个客商 不便久留 我先告辞了 那我送送你 好 公子慢走 此次我们会向宫里 敬献白寿图 听闻公子比例看比明家 还想劳烦公子 为我们书写这底稿 不知是否会多有打扰啊 不过是举手之劳 简师傅 你若是朋友 不必跟我客气 如此 多谢公子了 简师傅 我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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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字真不错 虽然每个字体都不同 却毫无制色之意 浑然一体 无暇可止 无暇可及 侯爷 师姨娘 没想到你在书法上 竟有如此造诣 单亲书法并非我擅长 这幅字不是我写的 是欧燕行写的 你把他的字带回来做什么 这是刺绣的底稿 宫中正在征集 民间绣房的作品 征选出有品质的绣房 协助宫中 一起做万寿协上能使用的绣品 仙灵阁准备以此参选 一定要用他写的吗 师父觉得欧公子擅长单亲书法 特意请他来写 要是另外找人 时间不够 又怕不合适 这字马 墨水凝色 行笔急躁 一点都没有大家之气 随便写几个寿字 就献给皇上 不会过于单调乏味吗 侯爷 您刚刚明明 那侯爷可还有更好的法子 心灵阁的事 你自己听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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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受了 好 好 好 侯爷 小心点 别把水浸上去 侯爷在练字啊 怎么样 我写的字如何 侯爷赐 那真是行云流水 比例比体 那你觉得夫人 会用我这幅字来做地稿吗 侯爷 我看您宣纸宽光了 我去拿 侯爷 你怎么都不让人通报一声就进来了 什么时候侯爷的书房我不可以随意出入了 侯爷在写什么 没什么 在忙公务 你来做什么 这几日天气甚好 切身想学射箭了 听傅大人说 侯爷从小便习得精湛的骑射之术 不知侯爷可以抽捧教教我吗 你想学射箭做什么 我也想体会一下苏东坡写的 慧婉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的感觉 侯爷也就屈尊教教我嘛 好吧 走 侯爷好身手啊 想来在战场上就是这剑无须发的功夫 击退了一笛海盗 保护了众百姓 撞我大名军威啊 不知夫人可否听说过一句话 无事显殷勤 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 若无侯爷这样的人 在战场上拼死杀敌 互为一方安宁 就算这天下的文人莫克才高八斗 书法抄群 也休想安坐益于施展才华 就好像若无像你这般 慧智蓝心的夫人帮我打理家宅 我也就无法在战场上 弹勇杀敌 保国未免 我来教你 准备 准备 放 中了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难当侯爷的 这倒是句实话 再来 你 其实 关于百兽图 我还有一事想与侯爷商议 探字眼亮如梦 谁提笔画寂寞 这一生花边漂泊 唯有相思暖淋漠 山城等雨落 我等你回忆中经过 看天色比你脸色更落寞 风起又摇住过 岁月冷一闪躲 看命运一路曲折而言 分始终不说 心舍眼沉默 却划不出你的轮廓 这纸墨 要怎么写进你我 谁提笔又因思念 平地几风波 谁来过有热往事在心里颠簸 若深情可念不可说 结局我不躲 你的灯火阑珊处有我 谁提笔合起孤单 谁提笔合起孤单 泪眼积婆娑 谁来过为你好尽我一生闭眸 若非我不曾不过我 怎么贪执着你的故事尽头 不知是我 不知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